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特朗普總統在香港時間今天凌晨時分 在Facebook轉發了一篇新聞報導 這篇報導的標題是怎樣寫的呢? Hong Kong is critical to US effort to secure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即是說香港對於中美達成貿易協定是有關重要的 變相是將香港的議題納入了中美談判議程中 這就可以很明顯看到了 美國的態度轉去強硬 除此之外,為什麼轉去強硬不是吹水 大家如果記得 在昨天特朗普總統也同時在Twitter發表了一篇貼謎 他呼籲世界銀行不要再借錢給中國 他就質疑為什麼世界銀行繼續借貸 即是說中國有很多錢 如果他們沒有錢的話,他們懂得製造出來的 就叫細銀停止貸款 這很明顯也是態度轉去強硬的證據 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特朗普總統有這種態度上的轉變呢? 其實是關於美國的經濟數據極之利好的 是創了50年以來最佳的成績 你看看美國的失業率 今個月跌至3.5% 創了半世紀以來的新低 戰後最低是1952年 失業率是2.6% 目前是3.5% 已經是近50年的新低了 而且再看看11月的非農業就業人口 是升了26.6萬人 這也是遠超市場的預期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業市場非常蓬勃 因為特朗普總統成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職位 就著這項經濟成就 他本人也感到相當光榮 他在Facebook這樣寫 While the world is not doing well economically Our country is doing better Perhaps than it has ever done before Jobs, Jobs, Jobs 即是他對於就業職位相當重視 看得到 到底是什麼因素 促成到這樣的經濟成就 非常重要 對於中美貿易的談判 因為中國對於美國的經濟影響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大 第一個因素就是工業的產能上升 舉個例子就是石油工業 美國竟然錄得四十年以來 首度的石油出口盈餘 換句話來說 美國成功擠生了石油的淨出口國 即是在數據上已經是自給自足 這個在美蘇冷戰的時候 都是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就做到了 那你說是不是產能上升了 這是很明確的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件事 就是特朗普總統過去幾年 就不停推動製造業回流到美國 他用什麼方法呢 包括降低公司和企業在美國的稅率 推動基礎建設 以及放寬企業在美國的管制等等 事實上他是成功的 拘捕了很多製造業回到美國設廠 成功產生了大量的就業職位 相對來說 商的是誰 就是中國 而且就算有些企業沒有回流到美國也好 很多的廠家 他也是轉去東南亞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很多的農民工在城市裡 都是失業的 但是回到鄉下也沒有田耕 那些人也不會適應以往那種農耕的生活 老實說 很多地方也沒有田耕 那你說哪一個商人呢 第三件事 就是美國在過去一段時間 成功減少了對華的貿易依賴 有兩個貿易協定 在今年達成了 第一個就是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現在改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 這是非常大的貿易額 第二件事就是新的美日雙邊貿易協定 就已經在今年九月的時候簽署了 這是涉及到價值四百億美元的貿易協定 可以說兩件事都是大丟 在中美貿易戰當中 其實美國不停為自己的產品尋找出路 而且成功了 那你說到底中國對於美國的經濟 是不是有很強大的影響呢 還是相反呢 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 永遠簽這件事 其實特朗普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在中國急是他不急的 他可以拖到去總統大選以後才簽都可以 但到時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 他是非常急的 好了 這件事到底中方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知道是有兩個人權法通過了 分別就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和榮爾人權法 中方來說就是 反應是越趨強烈 在香港的人權法來說 他們就已經生虧地跳了 去到新疆的人權法 但是他們更加是暴跳如雷 更加反應是非常之大 就是出了很多個部門 二十多個部門來譴責 問題是這個純粹是流於打嘴炮的 這件事其實我們在之前的幾段片 有分析過的 就是說人權法對於中美的貿易協定 在中方那邊來說 其實影響不是真的那麼大 因為他們真的很急要簽這個協定 反而是美國那方面就可以 你看到又簽完這個人權法 再簽一個人權法 然後又喊細銀不要借錢給中國 雖然這些都是流於打嘴炮 問題是這些是踩到上心口的事情 又將香港納入這個議程當中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大家看到一宗消息 中方將會豁免部分美國大豆和豬肉的進口關稅 這件事就相當之奇妮 亦露出了端危 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你和美國還未踏成任何貿易協定的時候 竟然間你就自己呢 即是所謂的釋出善意 根據官媒來說 他就說 這個就是對於中美的貿易協定 釋出善意 創造一個友好的條件 你信不信呢? 這樣是 什麼都未談到的 特朗普的性格隨時反口 再加上之前的香港人權法 和維吾爾人權法通過的時候 你就說到自己非常生氣 說到自己是干涉中國的內政 各樣各樣 不在那裡說的 那些黨八股 問題是 你這樣的情緒下 這樣的氛圍下 你還要這樣做 其實就是跪下了 當然那些媒體不會跟你說跪下了 他又會釋出善意 這件事很奇怪 老實說 為什麼他所謂要釋出善意呢? 你想想他現在豁免的這兩件事 就是大豆和豬肉 先說豬肉 豬肉的價格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那裡 受到非洲豬瘟的困擾 那個波幅是相當大的 那個增幅 主要來說是 買到 你看多少錢一斤 你自己去Google 這樣的情況下 而且今年的過年 那個時間提早了 是去到一月底的 大陸已經連那些戰略豬肉儲備都拿出來賣了 那些所謂有些報導所說的 千年薑絲肉 那些六幾年雪藏的肉 都拿出來賣 總之籠底有什麼都拿出來 要穩定那個價格了 好了 現在你就要逼於無奈 就對於美國的豬肉 那個進口關稅 就是豁免 那你就要入口這些東西了 大家計一計 那個狂運的時間 由美國口岸上船 到運到中國 大概二十多天 那就趕得及 在過年之前 吃到美國的冰凍豬肉 那這件事 就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大豆 大豆的價值 就不是在於大豆的黃豆本身 就是在於它的副產品 那些豆油 而且炸完豆油之後的豆樸 那些豆油有什麼作用呢 由於它的價錢非常便宜 所以在這個食品加工業當中 是一個不好劃的原材料 至於炸完豆油之後 那些豆樸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用來飼養生畜 就是作為一個飼料之用 因為它吻含了很優質 很豐富的蛋白質 尤其是美國的黃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對維持的經濟增長 美國的黃豆和大豆 就是很重要 因為中國根本上是做不到這麼多 所以 你現在說 豁免了大豆和豬肉的關稅 到底這是純粹釋出善意 還是在這個經濟上 也有這樣的必要性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這就是側面反映了一件事 特朗普所說 說中國對於中美貿易談判 他們是比美國心急 這是有證據證明的 就不是吹水的 我就不明白 有些藍絲經常說 中美貿易協定 下次不簽也沒關係 再不簽就出事了 很嚴重的了 現在中國偉大的祖國 已經是所謂釋出善意 創造了有好和有利的條件 如果在月中 依然達成不了這個貿易協定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中國只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其實這個豁免關稅 豁免大豆和豬肉的關稅 已經是一個讓步 什麼都未談到就已經是豁免了 為什麼不是 談到那一刻 簽署協定那一刻才會豁免呢 是不是很奇怪 你跟別人談判 會不會這樣做 所以有些評論 就不要自欺欺人 尤其是那些看得多 打飛機的文章 都是對身心無益 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想發表 比如說我的數據有錯誤 或者是判斷有問題 歡迎你留言發表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